Hello 各位球大家好 我是GOGO先生 那今天呢要來跟你講的是 大模樣攻擊的方向 好 首先呢我們來先看一下這一盤棋 白棋呢他其實無形中快要有一個 大模樣了對不對 結果敵人打進來了 好 那你要怎麼攻擊 他接下來的攻擊的方向就很重要 那實戰呢這個 這個白棋是從這邊來攻擊 然後呢黑棋呢在這裡尖頂 那白棋呢就這樣長 然後呢 黑棋呢就往這邊跑走了 那其實啊 這個攻擊呢 因為我在以前的時候呢也有講過說 你要有的方有的時候攻擊啊 不是為了要吃棋 是要透過圍地吧對不對 可是啊 要看什麼情況 好像這個情況呢 黑白棋走在這裡啊 很明顯的他就是希望把這一塊給圍起來 因為 可是啊 我們看一下 這個地方其實很難圍對不對 然後呢人家只要一踢完 就往這邊跑走了 如果你正常來講是 走在這裡的話 那他是不是就 往這邊跑走了 你就攻不到他了 那我們再來看 你這一塊地盤 能圍到多大 好像也很難 因為 你就算走在這一邊 或者是走在這一邊好了 可是這個地方還是沒有圍住 他中間的洞還開很大 對不對 所以要圍啊 他圍不大 反而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啊 我比較傾向 能夠從這邊進攻 或者是從這邊進攻 為什麼 因為這裡倒是白棋的通天後世 這個後世離敵人非常的近 有沒有 離他很近 那如果離他很近的時候啊 我們就可以把他往很近的牆壁桿 好 很近的牆壁桿 如果今天我們假設簡單走這個啦 他如果還是用踢我們就長 然後呢 他如果走這個 我們呢就再壓一個 好 他如果走在這裡啊 這裡有一個很漂亮的手巾 就是點在這裡 好 這個看起來是 黑棋的小堡壘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白棋點到這一下 黑棋這裡只能黏 如果黑棋走這裡啊 白棋一斷 這兩顆子就死掉了嘛 對不對 那黑棋走這裡的時候呢 白棋這時候不是走這個哦 是走在這裡 你說 這個白棋不是被黑棋給 切斷了嗎 但是沒關係 我們白棋啊 並不是說要讓這兩顆黏回去 而是讓黑棋在這裡面 只有一個眼睛 如果黑棋接著再走在這裡 好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到 這個牆壁的作用是幹嘛了 我們白棋接下來呢 從這一帶趕過來 把他往這個牆壁撞 好 所以呢 白棋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 盡量把黑棋趕往你的牆壁撞 好在這個局面之下 什麼情況 會需要到走在這一步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情況需要到走到這一步 我稍微挪動一下旗子給各位看一個 方便好了啦 如果今天是長這樣啊 我就不會讓他往這邊跑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不是我的牆壁 他如果跑到這邊來 是跑到我的地盤裡面來 而且有可能在我家做火 對不對 這個時候如果我是白棋的話 我就會選擇從這裡進攻 為什麼 我要邊攻擊他 攻擊是假 實際上為第四針 為第四針 如果呢 他今天是這樣子走 好 他如果這樣子走 那我們這時候就很順勢的怎麼樣 把它從這裡包過來 從這裡包過來 從這裡包過來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還可以稍微就是 卡他一點點便宜 然後可以看看是要怎麼卡 好這樣子這樣子卡也可以 好這可能會頂一下 有沒有 然後呢他這裡可能會這樣補 或者是這樣補 不知道 我們我們就隨便拿 就這樣子好了 好 那這樣子啊 你看喔 我就會 借著攻擊這個黑旗 我並不是要殺他 我並不是要殺他 而且我覺得也殺不太到 我並不是要殺他 但是我只是借著攻擊 把這一塊給為好 好那當然你要注意這一塊的安全 好像我這一個就是在間接加強這一塊 然後呢 還是遠遠的瞄著他 OK 所以啊 當你呢 有不同的局面的時候 好雖然局部 我們看一下 雖然局部呢 都是這個形狀 可是啊 周邊只要配置一不一樣 他的攻擊方向完全就變了 他的攻擊方向完全就變了 好那如果說你想要了解更多 一些跟大模一樣作戰的技巧 我呢昨天呢 有錄了一集 我呢昨天呢在會員頻道呢 有錄了一集 一小時又52分鐘的影片 好這蠻長的啦 我講到我真的是嘴巴有點乾了 那我原本以為我這一堂課是只講大概 三十分鐘到四十分鐘 我之前有跟各位說 就是我的每一堂課盡量不超過一小時 結果這一堂課 講內容 乾貨真的是太多了 直接講到快要兩個小時去 OK 所以呢如果說呢 你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 在下面點擊 在下面點擊報名這個 會員頻道 然後呢會有一小時52分鐘的大模樣講解 然後呢順便跟各位 然後順便跟各位講一件事就是呢 會員頻道呢這個是 早鳥優惠價 所以呢 他的這個優惠日期原本我是定在11月11號 那個 結束這個早鳥優惠 但是因為 有的國家好像他這個付費上面有一點點問題 那 所以呢我就把這個時間延後到11月18號 OK 好所以呢你如果呢想要有早鳥的優惠的話 因為我這個月費制嘛 所以呢當你如果說你是用 最便宜的優惠價格去付 以後我漲價了 你每個月還是用早鳥優惠的價格在付費 OK 好所以呢你越早付費等於是你是越便宜越划算的 OK 好所以呢 如果你不想要錯過這一次的優惠的話呢 你可以點擊下面的這個連結來報名 OK 那 那如果說 我不太曉得還有另外一個點就是 因為我以前上課的時候我開課都有中國人來報名 但是這一次 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銀行有一些卡的 就是就是付款的問題沒有辦法付費 還是其他的因素 然後導致沒有辦法報名 就是因為我 導致沒有辦法報名 所以呢 如果說呢你是中國人 你有想要 你住在中國大陸 你想要報名 但是因為卡關了 你呢可以私信我 OK 好讓我了解一下是不是因為中國這一塊 因為目前 報名了 以前報名一定有大概三分之一都是中國人 然後這一次是完全一個都沒有 好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 可能是住在馬來西亞或香港的才有報名吧 但是中國的完全都沒有 所以呢 我不曉得是什麼狀況啦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中國你想報名 你卻 找不到付款方法 或者是他 卡著你沒辦法 他銀行卡住讓你沒辦法付款的 你一定要來私信我 OK 好 那我們呢今天就先到這邊 我們就下一集見 拜拜